一開始說實話挺不自信的 因為覺得影視的話還蠻難的 而今天呢 我們要特別訪問到這位影視製片人 他其實是真真實實的我們自己人 就是我們的華人 但是他卻在這裡打滾 很不容易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訪問他 來認識他在LA做影視製片人的心路歷程 我們要來歡迎今天我們的主角Harley 我們歡迎Harley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叫Harley 好 那麼我們先來請Harley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你是從哪裡來 那麼這個之前念的是什麼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之前的背景是什麼 OK 我來自中國大陸 江西 哇 你是江西人 對 是一個 我有很多的朋友也是江西人 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在看節目 江西臨川人對不對 嗨 老鄉 老鄉 我們採訪過江西景德鎮的陶瓷 對 我們還有採訪過江西景德鎮的 陶瓷青年的藝術家 哇 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江西人 好 那為老鄉們那個 打打氣 加油 我們今天江西人 你給我打打氣 我們在LA的影視業闖蕩 很不容易 你之前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之前指的是哪一段 就在影視之前 在江西的時候 賣米粉 江西米粉是不是很容易 對的 我真的很想去賣米粉 你喜歡吃江西米粉嗎 非常好吃 是不是很辣 你自己可以添 是不是我們是不是已經跑題了 對 LA 地道的江西米粉在哪裡 對 LA 地道的江西米粉在哪裡 很抱歉 可能要等著我開 中午時間大家都餓了嗎 還沒有 那就是你的天下了好不好 融合我們這幾個江西老鄉 我們一起開個米粉店吧 對不對 不錯不錯 非常好的愛意 好 趕快介紹一下 你在開江西米粉之前是在做什麼的 那時候還在上去 其實我沒有在江西工作過 因為我在江西讀完中學之後 就上大學之後 就到了廣東 所以我那時候的工作是設計 然後接著又做廣告 其實我就大概是三年一跳 五年一大跳 在各個行業跳來跳去 是 是 對 做設計跟做廣告 是平面嗎 還是是畫面 對對對 平面 是平面的 那我常常聽到說 這個做廣告的 做平面的 常常會被客戶要求 而且很不合理 特別還要趕見 就是今天給你一個這樣 然後明天又要改 然後後天又要改 然後跟你說兩個小時又要交界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看來你誰有體會 我 我說過我最討厭別人 客戶點我的屏幕 是不是 他就說你這邊要改 然後那一位 你這個指紋你不要給我留下來 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這是做設計 做客戶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是是 必須得了解他的需求 其實你跟他溝通的多了 之後後面的那個工作就好做了 是 所以你做平面設計 做廣告大概多久的時間 我大概是有差不多六年 五年六年的時間吧 五六年的時間 對 但因為設計美術跟還有攝影 我覺得就是我 因為從小就喜歡影視 是 所以我覺得那些工作和我的學習經歷 都是為我後面的那個那一步是在做準 沒有我非常覺得 我不覺得那個我跳來跳去是一種浪費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定義 現在你的工作是影視製片人 那之前你的工作是做平面的設計 是做平面的廣告 那是一個不會動的東西 攝影啊那都不會動的 現在進入一個會動的 好像要跟人相處 甚至要看人的表達 那個表達的好或不好 之前只是拍人的一瞬間 現在是拍人的一個過程 這個中間 為什麼會讓你想要從這樣一個平面的 轉到現在會動態的 可能這跟我的性格相關嘛 因為我不喜歡就是一個工作一直在做 就是特別是那個有一些挑戰有一些變化 我覺得會更新鮮 做影視的話 那最大的特點就是你每做一個項目都不會一樣的 你今天拍的是一個懸疑的片子 可能下一個你拍的就是一個古裝的片子 團隊可能都不一樣 是 所以你接觸的人也不一樣做的事情 包括你在拍攝的地點也不一樣 是 這樣的話 因為我也喜歡旅遊 是是 你也到處看 到處拍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挺開心的 是 那你是怎麼樣從這樣一個平面的設計 走到影視的呢 你喜歡歸喜歡 你喜歡看電影嗎 喜歡看電視劇嗎 但是你總要有一個接觸點 你是怎麼樣接觸到的 怎麼樣走入這個 這個 一個首先是我的想法一直沒有 就是停止 一直還留在心裡 另外的話 我也一開始說實話挺不自信的 因為覺得影視的話還蠻難的 是應該要專科出身 要專科出身 而且其實我最早是想演 那就更有挑戰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我太多東西不具備了 身高啊 長相啊 各種顏值都不行 然後當時 其實挺好的啊 真的嗎 沒有不行 謝謝 你說你是演員今天坐在這裡 我也覺得 嗯 是是是您好 所以的話 這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那個 是 對 不要給自己設限 設限 對 對 所以 然後我就慢慢我覺得是通過歲月來讓我覺得不要設限 其實如果聽我們節目的人看我們節目的人是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十幾歲二十歲的話我覺得你更加不要擔心 嗯 你更加要在這個時候就那個去努力 勇敢一點 對 我現在其實講的都後半生 哈哈哈 對 所以的話 因為來到了 呃 其實我等於說剛才說的我一直有這個想法嘛 所以我就會還去觀察 對 在印 我還有一個經歷就是我後來去了印度 嗯 在印度 那印度的生活挺酷 酷的 那我看電影是我最大的消遣 是 那看了電影 其實我在的地方就是 寶萊屋 嗯 就是夢 呃 夢乃是印度的電影的中心 嗯啊 那我有機會其實就是看到很多電影呃製片廠是個studio 是 那我就會跑去看啊什麼的 然後也認識了一些電影學院學生 還有呃 是印度的電影 對 印度 哦 對對對 所以我就哎有一次見了一個非常棒的導演 就印度的導演 然後我說我會做中餐 嗯 哎他很喜歡吃中餐 哦 然後結果就去他家 是 做菜 是 他交了一幫那個電影街的朋友 是 對 這 這其實我還沒有真正踏進去 但我覺得就是說哎 覺得其實他們也挺挺普通的 是是是 所以的話我就有一點信心 我覺得就是說我得努力吧 是 然後後來再來到了洛杉磯 洛杉磯的話我就哎 我我我那時候我就在想我不能著急的去為謀生而去隨便去做一個工作 那後來我就停就是觀察了一段時間後來我跟一些朋友說啊我我我確實喜歡做影視 嗯哎他說正好我們有個劇組啊在拍電視劇 是 你要不要過來參與 是 是 是免費了沒有錢了 是 哎我說沒有問題 是 就一個機會 對一個機會就好 對然後包括飯盒都沒有 是 吃都沒有 那哎我覺得還是蠻開心就去了 是 嗯其實那個是我真正的入行的第一步 對 是是是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一定很好 說實話那個我們只是身處在好萊塢啦 說所謂的好萊塢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去界定啊 那地理上的我們確實都在好萊塢 但真正說好萊塢是不是說那個主流的影片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還有一段距離要努力 但現在就是說我們因為華人的話題也很多 所以我們華人的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很多 然後華人的在這邊居住的 呃對於電影有夢想的人也很多 所以其實華人的題材是非常值得去挖掘的 嗯我們可能將來我覺得可能10年 呃20年後可能在美國的電影院裡面會看到很多中國題材的 是現在已經很多人了 對像去年啊 對好幾部這樣的東西 對 所以呃你對於這個拍攝華人題材的這種電影 或是一些呃相關的影視劇是很有興趣的嗎 非常有興趣 是那你在這裡要找華人的一些演員嗎 還是說你是找美國人的演員或者世界各地的演員來拍攝你夢想中的題材 呃其實這個跟題材相關 如果你拍的題材是華人的話 那我們肯定找華人的演員 是 呃就其實我們洛杉磯已經有很多 很多在國內本來就是演員 他只是移民過來在美國 所以他們的水平都非常高 是呃對 是資源非常豐富 是是 所以呃基本上你現在也開始嘗試了拍很多不同的題材 對呃我我這第一個片子的話是一個移民的呃一個藝術家移民到美國的一個故事 是對那個故事的話也非常呃有趣也也感人 同時他也引起很多那個早一早一些年的 比如說十多二十年前的移民的一個共鳴 嗯然後我們中間我還拍了一些別的片子 包括有投渡的啊 嗯然後有那個呃就是純粹是白人老美的故事 嗯有個懸疑片 是然後到現在我們現在正在準備的一個片子 又是一個移民的題材 而且是年代劇是九十年代的洛杉磯 哦是是 而且跟比較復古的啊 跟京劇相關 哦OK 這個片子我們正在籌備然後九月底要看看 是是是我們今天訪問的呢 是在LA深耕的影視製片人啊他的名字叫做哈利啊 那麼今天呢他跟我們分享他過去從國內啊來到印度啊 後來又來到美國啊 其實這個中間的心路歷程呢啊 今天啊也在這個所謂的娛樂之都拍片啊 來追尋他的夢想其實很不容易啊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段我們的這個啊 Copy Break啊 我們待會就再來回來繼續訪問哈利 Copy Break